兰花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它也因为独特的花香和气质 被中国人看作是高洁典雅的象征 与梅竹菊并列合称四君子 但是人面兰花您看过吗 最近成都市民慎先生家里的兰花 就化身美人盛装开放 到底是什么情况 让我们和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在圣先生家不大的阳台上 密密麻麻地摆放了各个品种的兰花 有的已经盛开 有的还含苞待放 而眼前的这株人面兰花 则是圣先生的掌上明珠 这一株兰花共开了三朵 粉红的花瓣用力地张开 而当记者凑近 一位美人的形象立马映入眼帘 都说大切世界无奇不有 你看这个 首先我们看这个花 这个两个眼睛完全很有神的样子 然后这个鼻子稍小一点 还有这嘴唇现在已经卷过去 因为就有点淡淡的颜色 它看起来就好像人抹了口红一样 圣先生告诉记者 兰兰花是自己的兴趣爱好 他在家养了两百多盆 各个品种的都有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花开出人面的形象 他拍下照片和视频 分享到短视频平台 希望把自己的这一份喜悦 分享给大家 在这段视频上传之后 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大伙留言说太美了 简直就是一个美人 其实在中国 栽培兰花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据记载早在春秋末期 岳王勾建已在浙江绍兴的珠山种兰 未尽以后 兰花已用于点缀庭院 而这种人面的兰花 确实也是非常难得 从目前来到浙花极朵来看 我们暂且可能把它归到春建里面 从这个花来看 就是它的颜色 就是一个色花 一个就是我们在行业里面 叫川阪红的红黄 那顶花生又开了一个 一个彩点那么巧 继续巧合地 开出一张一张笑脸出来 这一点还是有点特色 寓意还是比较好 从颜色来讲 颜色比较亮 算一个一只好花吧 meant